小男孩将妹妹心爱的玩具从跳台扔进泳池 妹妹趴在边缘想伸手去够 男孩故意在一旁不停地晃动跳板 弱小的妹妹几下就被弹进水里 可她根本不会游泳 在水里拼命地挣扎 而男孩就冷漠地站在一旁 亲眼看着妹妹逐渐没有了动静 此时的妈妈正在浴室洗澡 对一切危险毫无察觉 男孩悄悄地走进浴室 拿起通电的吹风筋扔进了妈妈的手里 雨水接触发生短路 妈妈几秒钟就被垫死在浴缸 紧接着男孩又往地上放了一堆缸珠 准备迎接即将回家的爸爸 这个位置刚好可以看到泳池边上妹妹的尸体 爸爸回来后发现妻子和小女儿都不见了 便询问男孩 男孩示意让爸爸看向泳池 趁父亲摔倒无法起身 男孩拿起球棍 恶狠狠地朝父亲一下又一下地砸去 血腔四剑惨不忍睹 可怜的老父亲就这么死在了歹毒的儿子手里 这简直就是养了一只狼 随后男孩亲自拨打了报警电话 等警方赶到时 从大衣柜里找到了男孩 他装作惊吓过度的样子 告诉警察就在刚刚 一名歹徒闯进家中 先后杀害了他们一家三口 自己是找机会悄悄躲进了衣柜 才没有被歹徒发现 警察看着家中三人惨烈的死相 无论如何都不会把这一切联想到一个小孩身上 警察将孩子送去孤儿院后没多久 就被另一对夫妻收养 说着父母的爱还结交了一位新的邻居朋友 小男孩正躺在坟墓上睡觉 朋友还以为他死了 小心翼翼的朝男孩走去 这时男孩突然睁眼 那恶夺的眼神把小伙伴吓了一跳 他还嘲讽对方死人有什么好怕的 真正恐怖的是活人 这句话也可能是小男孩在说自己 毕竟父母和妹妹遇害的真相 只有他自己知道 随后男孩来到小伙伴家里玩耍 在家中看到小伙伴居然有一个美若天仙的姐姐 他盯着姐姐的照片 眼神逐渐变态 下一秒就假装昏厥 成功把姐姐引了出来为他做了人工呼吸 到了晚上 男孩拿出相机对准女神的窗户准备偷拍 却发现女神竟然和男朋友在家中约会 嫉妒时小男孩面目全非 他拿起石头就朝窗户砸去 两人赶紧终止了活动下楼查看 却什么也没有发现 殊不知小男孩就躲在暗处进行着阴险的手段 他杀死了女神心爱的猫 等男友开车离开时就感觉压到了什么 下车一看就发现了小猫的尸体 女神以为是今晚男友的扑克计划没有得逞 就故意用车压死了他的小猫来出气 女神伤心的提出了分手 小男孩的计谋得逞了 机会就来了 就当第二天准备趁续而入室 却发现俩人又和好了 还在泳池里暧昧的嬉笑 这一幕让男孩对男友起了杀心 他趁女神离开 把通电的收音机踹进泳池 男友很快就触电身亡 女人拿着酒回到泳池边找男友 却发现原本在泡澡的男人不见了 走近一看沸腾的水里缓缓露出了男友的头 他以为男友的死只是个意外 并不知道男友其实是被年仅七岁的小情敌所杀害 学校里老师发现小男孩的话总是非常血腥暴力 便把养父母叫到学校 告诉他们一定要重视孩子的心理疾病 若不及时疏导可能会酿成大错 可是溺爱孩子的父母根本没有当回事 此时的男孩也没闲着 看到女神还在为男友的死亡而悲伤 男孩就像个成熟的男性一样给他送上了拥抱 还送了一朵玫瑰花 女神这才突然意识到这小孩不对劲 就去男孩家把心中的不安都告诉了男孩的妈妈 再结合老师说的话 妈妈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而两人交谈的全部内容都被躲在一旁的男孩听到 就在妈妈教育他时 他竟一锤砸在了妈妈的手上 妈妈赶紧躲进屋里反锁了门 男孩又从外面敲碎玻璃闯了进来 捡起地上的碎玻璃向妈妈冲去 结果两人一起从二楼摔下楼梯 正巧老师和校长来家访 就看到母子俩被同一根玻璃刺穿 就在校长准备报警时 男孩居然拿着弓箭出现在身后 原来男孩根本没有死 他毫不犹豫地一键射死了校长 又用弹弓和钢珠将老师杀害 然后打开家中所有的煤气 等父亲回到家就看到尸体们整整齐齐地坐在餐桌旁 小男孩趁父亲处于惊恐中 拿起蜡烛摔在地上 一瞬间整栋房子全部灰飞烟灭 等警方赶到后 判定为煤气泄漏导致的爆炸 现场除了一个受轻伤的小男孩以外 什么都没有找到 还贴心地为男孩找好了下家 男孩再次走进一个新的家庭 夫妻俩沉浸在喜悦之中 却不知这个危险小宝贝 将终结他们原本美好的生活 成为噩梦的开始